附近兄 这三年来你随叫随到 静止静止 我很开心 这么快就要找你走 要不要再来一个 这卡里是六百万 还有这套公寓是给你的补账 江慈悠你要甩了我 你我之间 你就是歌曲随序 我不是牛郎 好好好 是我包养的小三行了吧 可是啊 我老公回来 他前脚给你领了赵 后脚就带着情人出国了 这三年他有经过账户的责任吗 你居然为了一个渣男要把我甩 我不同意 乖 毕竟啊 他在 我给你的 值够多 别太贪心 吴总 江小姐的生日宴会 已不知妥当 证都是假的 他算什么证 我薄金修 可不是你能轻易打发掉的小三 不能一红 要小姐 恭喜你回孕了 你每次都有做错事 姜茨佑 姜茨佑 我們在機場足足等了你三個小時 你不來他們的直說呀 靈兒為了等你都中暑了 江林請活了 毀了我的婚 怎麼 我還得給小仙倒死去 中暑了就送醫院 給我打電話幹嘛 醫生 我的情況 你應該也聽見了 這個孩子打電腰 這臉晒得這麼紅啊 媽 你這麼急著叫我回來是出什麼事了嗎 你明知道靈兒身體虛弱 你又讓他在戀日下暴晒三個小時 你到底還在什麼心 媽 別怪奇幽 就怪我 是我自己身體太弱 上來火太陽就中心 媽 江林有爺風回家 你別叫我媽 我聽他噁心 當年要不是你親媽 用你和靈兒交換 我也不會和親生女兒 骨肉分離二十年 媽 可我也是你養了二十多年的女兒 當年的事又不是我的錯 你親媽 你親媽早的孽 就得由你來償還 張媽 蘇哥 嚴峰 你怎麼在這 我要是不來這守著靈兒 不然你欺負我 上車 爺爺叫我們回家吃飯 你的副駕 是小三專做 嘿 哎坐坐 孕婦 好像不能穿高跟鞋吧 喲 嚴太太 怎麼自己打車 我可是求了媽媽好久 她才同意你來參加我的生日 我沒空 明天也是我的生日 你的家人 你的老公 都來參加我的生日宴 你一個孤寡少婦 誰會給你過生日 江嶺 你說 嚴峰他那麼愛你 怎麼捨得讓你當小三啊 我實話告訴你 我根本就不愛嚴峰 我只是喜歡搶你的東西而已 我的未婚夫 可是金圈太子爺伯金修 金圈太子爺叫伯金修 二十多能同心 我進修 會去參加你的生日宴嗎 當然 而且媽媽會在生日宴上宣布 我就是博家清典的兒媳婦 小小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好 我會準備後禮 準時出席 等等 這是媽媽特意給你準備的禮服 媽媽說了 保姆的女兒就應該穿保姆的 我會不會 江慈悠 嚴峰三年沒碰你 你竟然婚內出軌 還懷上了別的野男人的孩子 江慈悠出軌了 你幫我找到他的出軌對象 報仇 無本 江慈悠這個臭婊子 玩的可夠花的 放心吧 在江慈 沒有哪個月鸳 能逃得過我的攝像頭 這下生日宴可要好戲看 這次我一定要把你採集 生日宴 我閨蜜女兒的生日宴 你必須出席 禮物我已經讓管家送過去了 原來這就是江家千金的生日宴 郭總 所有的痕跡我都清除了 沒人能查到 你和江慈悠小姐的蛛絲馬跡 不 讓她查 今晚我會把慈悠約到酒店 把證據交到她的手上 不對 把江麟和嚴峰的照片給替換上 而當眾揭開江麟尾聲的面前 借機 躲活死 這樣一來 夫人對江麟的好感度也會大大降低 真是一時三年沒有機啊 可是 郭總 有句話我不是當說不當說 有話就說吞吞吞吞吞吞幹什麼 哎呀 石油小姐已經把你拉黑了 你約不了他了 呃我我馬上去辦當行 胡孝子 跪下 嚴世民下的財產 我已交由慈悠監管 要動用一分一毫 我必須經過慈悠同意 江慈悠 你就那麼愛我嘛 先是割腕 逼我和你結婚 這三年趁我不在 又給爺爺灌了什麼米粉湯 讓他把家產全都給你 為了罔助我 還真是不擇手段 爺爺讓我守著嚴家 是怕你把家人被握 阿峰 你能找到只有這樣的女孩 是你的福分 爺爺我還有點事先走了 老佩 這這麼快 你想我了嗎 郭錦修 我甩不掉你了是吧 發呆了 你要不要 來救我 郭錦修 你又提也得上班了 郭錦修 江陵口中的金圈太極 真的是他 郭錦修 你到底被父母用關了多少久 你沒說這個樣子 誰 誰讓你 不要我 有老死的 不然 我去把你丟到個街上去 跟老鼠鬼 你 不然 我 不然 我 我 不然 我 不然 太好了 终于就回来了 你说的没错 你是不担心 担心到想要和你朝夕相处 死忠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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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参加生日宴 哎哎 哪看来的小伯母 今天这里有大任务啊 我来随便进 我就是来参加生日宴的 你来参加生日宴 这个是江氏集团江大小姐的生日宴 我都进不了宴卫厅 你先回进去啊 走走走走走 我 穿成这样差点没人听完呢 如果我跟你说 我妈就是个保姆呢 保姆女儿配一袋牛郎 天堂地酒 你这张嘴啊实在是太会 要是你去干销售的话 肯定能把字破火呢 咔咔给你花钱 可我还是喜欢 你什么都不穿的样子 你记住了 我们现在只是普通朋友 你怎么这么硬 要不要我现在就把你这段少粉 请你 郭京兄 你也是来参加生日宴的 是啊 你这是又报上哪个名元了 吃醋了 吃醋了 这三年来 他对我赔一赔顺 不可能是那位金军太子也 懒得里面 嗯 不能一球 死尤 你来了 这是谁家的保姆 怎么还上桌呢 原來是那個賈千金啊 他不是嫁進嚴家了嗎 難不成他在嚴家當保姆 嗯 我說呢 這麼豪華的宴會廳 怎麼弥漫在一股嚇到人的窮三位 王信然 哎我記得當年 潑江陵墨水的人就是你吧 我想起來了 當年啊 你就是這麼罵江陵的 林兒 你明天要挑不理解 哎呀 你們可別管那次優了 他現在啊 現在可受不了自己 出軌懷孕 我看你們囂張到底是 我沒功夫陪你們玩這些彩高 寶低的無聊把子 蕭子優 當年你被趕出江家一無所有 那死氣白來吧這嚴峰不放 你見不見 你確定 我一個電話 就可以停了嚴峰了嗎 一個貧民窟裡的狐狸精 沒了江家 沒了江家你就是這臭老鼠 只有林兒這破真駕駛的大家歸秀 配得上 說的沒錯 這臭老鼠 婊子 配狗 天長 地球 你 陪伍小姐你沒事吧 我帶你去更衣室 有句話我忘了說 是嚴峰 把肘舞放 你 你 這臭老鼠 就 這是我們酒店為燕櫃嘉賓 準備的更衣室 你可以任意發肥 這可是不禄力的私人定制版 價值幾十萬呢 江氏出了多少錢 規格拉的這麼高 那我最後不打擾你了 我 我好歹也是你養了二十多年的女兒 你是真的一點 都不念解我們之間的母女情 哎呀 小優 媽媽我的前進快點了 哎呀 小優乖乖乖 不哭不哭 媽媽這就帶你去商場 所有的美群群全都買回家 啊 啊 乖 啊 啊 啊 郭京修 你進錯房間了吧 雷 雷 我这新换的衣服 就换这件 这件造成太多人了 我要是不留点印记 你怎么会乖乖去换衣服呢 你们做这行的 是不是都想做梦梦 你想公开 好 我们现在就下楼去 告诉他们你说你朋友 用 将此游现在和那男人 都在VIP毫发讨房里 将此游这个不知廉耻的结果 竟然还野男人带到了这 林儿 烟火马上要开始了 你去哪了 妈呢 我马上过来 你不是最喜欢捉警告吗 这一次 我却要当纵私下你的命运 感谢各位 丽林小女的生日宴会 感谢 感谢各位 此时此刻 我最想感谢的 就是我的多年好友 将此游 其实刚才老母不坏了 她就是江此游啊 长得好美 这气质简直比台上更有名愿饭呢 感谢她 在我被她的亲身母亲殴打的时候 替我还手 感谢她 在我被同学霸凌的时候 为我出头 感谢她 让我受尽人间情 现在 终于苦尽甘来 让我和妈妈团聚 女儿 你受苦了 江林替江此游受尽了委屈 我要是江此游 我都没脸站在这里 得下跪道歉 我特意准备了一张我们的合照 感谢此游一路相伴 请看大屏幕 江此游穿着名牌 而江林川的校服都烂了 真千金受罪 假千金享受生活 真 江太太看到这些 肯定恨死了江此游和她其中 江此游 你居然背着 跟别的野男人开房 请此游 岩峰 你听我说 好 你说 你说这照片上的人不是你 是AI换脸 是PS合成的 你说呀 你说的我都是你 你解释 岩峰哥 此游说不定有什么苦衷 他能有什么苦衷 你和你那个不要脸的妈一样 真是一丘之鹤 妈 我好歹是你养了二十年的女儿 我是什么样的人 您看不清楚吗 你别笑我妈 我听了我恶心 你要把你狠狠的孩子就不行 欢迎京都伯家 伯金修 前来恭贺江市千金生日 那位京权太子爷 听说他一直未婚配 今日出席生日宴 难道是看上了江陵 这江家 岂不是一步登天了 京都伯家 恭贺江市千金 是什么时候天花之心 前几天这条项链 被一个神秘富豪 以八千万的价格买走了 原来是太子爷 送给江小姐的礼物 这么贵重的礼物 八千万 对博家来说不算 好 漂亮 博建修一定是爱人 江自耀这一字 树 太子爷 博建修 他长得好帅啊 我包养了三年的小白脸 竟然是金仙太子爷 博建修 是你 你长得挺帅的 是不是你电影 最病 你说什么 你叫 是什么名字 我叫 明明是结婚 凭什么延峰和江凌可以说 是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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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然把第一次给了一只鸭 是我自己 我把它当成夜点牛郎 太子爷 你妈妈跟我提起过你 欢迎你参加我女儿的生日宴 舒兰阿姨 您叫我阿修就行 不必这么见我 太子爷对江家这么谦虚 看来这江家千金和太子爷 关系不一般呢 阿修哥哥 你送的礼物 我很喜欢 江家参向了京都国家 那江家需要翻身啊 我养了三年的小白脸 竟然也和江凌场是关联 这是送给江慈悠的礼物 请还给 樱花之心 给我的 阿修哥哥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呀 他只不过是一个冒名鼎气的盗牌前进 阿修 你初来乍到 也许还不及到 江凉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在我这里 无论真假 江慈悠就是江慈悠 今天 也是他的生日 他 是在替我晚会尊严呢 江凉小姐 请归怀一花之心 请归怀一花之心 刘小姐 谢谢 才是我眼镯 把礼物送出了人 这条项链是密斯外的事情 也就算困的入门基础 算不上电子 哎 送你了 谢谢 江慈悠 太子爷送的礼物 多少人都梦没领求 得竟然当着太子爷的面 把礼物转送给了别人 只要江慈悠喜欢 我无所谓 别人碰过的东西 我不喜欢 太子爷好宠江慈悠啊 哎 你们有没有发现 太子爷和照片上的神秘男 长得很像 真的耶 这气质这侧脸 难道江慈悠 江慈悠出轨的对象就是 照片中的人 确实是我 我锦绣 江慈悠是我老 你敢对我走无理 金圈少爷怎么了 也不能勾引有夫之妇 金凶 到底什么意思 江凌怎么和延峰搞在一起了 小意思勾引姐夫 这不就是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吗 这是爱换脸 姐夫你快解释一下 我从未和江凌拍过如此清楚的照片 这照片一定是拍立德拍的 哎也换不了脸啊 到底是谁 在我女儿生日夜上 搞这种恶硕剧 你们的照片就是合成的 那你们凭什么那么认定 我和江慈悠的照片 不是被人动了手脚 因为那个照片是我 难怪太子爷会说照片上的人是他 原来是合成的 那照片肯定是假的了 公子爷可是千金明月的梦中情人 怎么会去追一个有夫之妇啊 用我的照片去破坏江慈悠的名义 到底是谁动的手 波巴翔派的照片绝对不会不错 可薄金修却说照片是假的 一定是不愿意承认和江慈悠有关系 我不知道 是你 是你 你嫉妒灵儿 故意在灵儿的生日夜上搞破坏 舒兰阿姨 这一巴掌要是打不下去 江氏将以无翻身之地 妈妈 别怪慈悠了 一定是有人想挑拨我们的关系 才故意换了照片 阿修哥哥对不起 让您蒙受了不白之冤 你应该向江慈悠道歉 凭什么 我也是受害者 林儿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俊南 刚刚羞辱过江慈悠的人 你都记住了吧 伯总 都记住 只要你们现在向江慈悠道歉 我薄金修可以既往不尽 如果你们不道歉 我不管你们在江城是什么地位 我保证可以让你们在江城除名 伯金修 原来 你一直都在帮我 我 我们家的生意全养正博家 我可不敢得罪太子爷 慈悠小姐 您大人有大量 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请您原谅 慈悠小姐 我有眼无诸 请您原谅 你们王家 是想在江城除名吗 不 不是的 江慈悠 欣然也是你的学妹 你就不能放过她了 我的学妹 羞辱我的那些话是罪恶图的 同志小姐 同志我 不要 我家里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打死我的 慈悠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以后再不敢说你坏话了 起来吧 妈怎么办 张慈悠 你难道还要我这把老骨头 向你赔礼道歉 磕头认罪不成 您养育了我二手 您为了江灵 羞武 服务 我认 可是江灵 我为你挡了一刀 拉你出泥潭 你却被刺我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个歉啊 江慈悠 不要为难令 我知道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替他请你道歉 今天是零儿生日 不要让他难看 延峰 你是不是忘了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我和延家都是你的了 你还想要什么 慈悠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照片是怎么回事 延儿已经向你道歉了 小悠 这件事情 就这么算了吧 我们大家一起吃蛋糕 这是江太太为江二小姐 精心准备的生日蛋糕 怎么是奶油的 不是冰淇淋的 江灵小姐特意嘱咐 要M加顶级植物来用 各位请慢用 我和妈妈都奶油过敏 江灵怎么会没事 紫悠 生日快乐 这个礼物是送给你 不愧是金圈太子爷 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这可比樱花之心贵了 不止一星半点 江紫悠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是玫瑰灼心 现在 还剩我的鸡吗 太子爷刚刚替我维护了尊严 我要是再生气的话 岂不是太不是太决了 既然没生我气 那我们 喝好吧 不定休 你先回答我 好好好 但是 什么时候结束 我说不算 江紫悠 放心 那一天 永远不会到了 江紫悠 我要让大家伙都看清他 你就是嫉妒我的恶女 好 紫悠 紫悠 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 你真的要跟我 反目成仇吗 小柳 你忘了你刚才恨不得收脱活泼了 恨不得八方我让所有人痛苦 我看着就觉得恶心 我看着就觉得恶心 你 思佑 我从小被家暴 被虐待 没有过过一千好日子 可这些罪 本该是你受的呀 我只是想在生日宴上出出风头 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江灵 你斗酒干什么 现江的 你要是都给你下跪了 你还衣服高高在上 得理不饶人的样子 难怪阎峰不喜欢你 紫悠 我被霸凌的时候 是你救了我 你说你会永远照着我 也是你带我回江江 我才有希望和妈妈相认 江灵 我能先自问我做的 可是你呢 我至今都不理解 当初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卑劣的手段抢 走一遍 因为我嫉妒你 我嫉妒的发疯 所以你的自卑敏感在作罪 就将土刀伸向了我 是我 是我谭姆虚荣 是我 江灵 我不后悔曾经对你做的 失去我 是你的损失 江灵 我错了 我以死谢罪 你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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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干什么 你疯了你 杀了你 李儿 江灵住手 李儿你没事吧 血 他都血 是他 是江灵又上了林了 李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要你长命 确定是江灵划伤的江灵 我确定 死有不是故随 你们或许没有很清楚 但我却看得真情 黄九里 买个阴眼系统 是 什么阴眼系统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阴眼系统是可以调出任何人 任何空间任何时间的高清监口 什么见过的阴眼系统 怎么可能 什么 是杦灵划伤了自己 杀了我 你又干什么 装着你 干什么 李儿个 李儿个 你又干什么 你又干什么 李儿个 你真是自己划伤了自己 原来两位江小姐是学生时代的闺蜜啊 而且江大小姐还帮助江二小姐认识归舟 而他却破坏了江大小姐 和严家长子之间的感情 实在是恩将仇报 江家这尊千金是黑心盖 听说是贫民窟被杀人犯养大的 这种下作的手段也使得出来 江家要说来他手中 他是要落败了 明明是让你生贷难裂的生命 凭什么你可以化小卫 让太子爷都听你成了 江思佑 我也毁了你的遗弃 这是江思佑的并且报告单 你贼了 报告怎么就被他的见到 江思佑已经怀孕三个月 而三个月前 咸丰还在 三个月前 他一直都和我在一起 是我的 他怀的 是我的孩子 此时此刻 这个孩子必须是我的 回去再财问三场 本来我也不带去睡觉 还是不要让伯敬就知道了 严峰 你怎么对得起我 江灵 我和严峰抗力情深 怎么了 江灵 你别闹了 冯极雄 我知道你跟严峰是假结婚 你刚刚已经答应我要和我和好 你和孩子都要 我薄敬修的孩子 还不需要任别人来当地 这边让你当中自暴和我的关系 将此又怎么可能是你的女婚 绝不可能 我们不般配吗 太子爷 你不要被她骗了 她是个永不知父 严峰 你能老婆出轨 还还了别人的孩子 你就无动于衷 江子又 她说的是真的吗 严峰 你这么和我自暴关系 就不怕留意费你吗 那又怎么样 我敢说就敢做 敢做就敢做 谢谢你啊 在我被最亲的人被刺的时候 你还愿意选择站在我的身后 我怀的 是薄敬修的 江子又 你竟然真的不是他 严峰 领政那天你没出现 而是带着江云住国 一去就是三人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背叛你呢 你是说 你和严雪长没领政 你们没结婚 那我独独藤藤这三年 又算什么 没领政算什么福气啊 严格八指江子又不放哦 一定是知道了江子又就是优港 我家儿媳妇 要是也能搞成一样上约的专利 我得把他到这才是严供着 江子又 看来 你是真的想和我划清界限的 各位 今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我在云顶八十八层宴会厅设下了宴席 今日到课便是贵宾 据说云顶八十八层是招待国家领导人的宴会厅 从来不对外开放 太子爷 我们去给慈悠小姐庆祝生日 去吧 我也去 阿修竟然是小悠的男朋友 看来你和阿修的联姻 可惜了 妈妈 江子又抢走了我的人生 又抢走了我的威魂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可是 小悠她已经怀孕了 这三年来 她自处流星 怀的是不是阿修哥哥的孩子 还不一定呢 你说的没错 江子又的确不是阿修的两配 我去告诉阿修妈妈 我不会让她孩子平安住 阿修 我多 我送你第一个 陪她发育的很好 您多注意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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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她这么小 却可以这么坚强 昨天我还想着预约流产手术 流产手术 小悠 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 小悠 只要你不做手术 我什么都答应你 别不要我们的孩子 霍静秀 你可是金圈太子爷 说什么小男狗 不管我是谁 我都会照顾 帮我接一下 阿修 这周六 把那个未婚先孕的女人 带过来给我看看 妈 她叫江慈悠 我和小悠要结婚 肯定会带回去 见你和爸的 你们京都家族这么高贵吗 要结婚 作为当事人我怎么不知道 本来 我是打算生日宴上向你成婚的 鲜花 戒指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小悠 我不想让你做未婚先孕的妈妈 那今天 就去领证吧 我还没答应呢 看你妈这个态度 可不是想让我们结婚的样子 叶长梦多 民政局已经上班了 我们走 等等 为了肚子给她宝宝领证可以 但是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怎么知道 你不想让她宝宝领证可以 让她宝宝领证可以 我还没看到 我宝宝领证可以 我担心 我担心 你不想让她宝宝能 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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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 我担心 你不担心 我担心 你不担心 我担心 我担心 我肯定有毛巾 离婚违约要支付一百亿 刘继绣 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和我领证 原来是惦记这违约金啊 一百亿 你以为我付不起吗 苍天可见 我选要的不是演义 是你 青春太子 心机可真跟我说 玉姐 我认了你 小悠 你这次可不能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抛弃我了 妈妈 周六就是伯阿姨的生日 Queen的首饰珠宝在京都贵妇圈是最受欢迎的 你说我送她点什么好呢 你伯阿姨不喜欢戴项链 那我们就送她一条手链吧 铃儿 能在Queen随便挑 门槛至少是上亿 江家真要几十名牛了 送给未来婆婆的礼物 自然不能太合算了 你要嫁给太子爷 那这还没一品 阿姨妈妈很喜欢铃儿 她默认 铃儿就是儿媳妇 铃儿恭喜你啊 能嫁给金圈太子爷 你就是金圈第一贵妇了 别说是Queen 首富太太 还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店员 麻烦把这条手链给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这条手链已经没片面的客人定义了 小喵 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条手链是限量款 只有超级VIP才有配货的资格 自由 平时也没看你卖Queen的珠宝 我和Queen的设计师MissY是好朋友 这条手链我是由她的名字 妈妈 你还不知道吧 MissY是全球闻迷的天才设计师 没想到 谁还认识MissY 撒谎精误 谁不知道Queen总部在江城 你从小生活在江城 怎么可能和MissY是朋友 她要是认识MissY啊 我磕头给她叫姑奶奶 师兄 我想定制一套珠宝 好 我现在就在网上发布公告 我还需要你公告一下 用 DJ 作为缩写 可以啊 你跟MissY那么熟 这种小事 你跟她说一次就可以 你真认识MissY 找个人演戏谁不会啊 MissY可是给王妃公主设计珠宝大事 你和的和能 让MissY给你一个平民设计珠宝 你这演戏也太过了吧 可笑至极 不信的话 你可以登登官网查一下 好 我这就拆穿你的谎言 真的有BJ 真的有BJ 来 磕头叫姑奶奶吧 江崎佑 你别太过分啊 我 我不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你还当真了 小悠原本就是设计圈的 拿过几个大奖 认识几个厉害的人物 我不奇怪 BJ BJ难道说的是 伯进修和江崎佑的缩写 小悠 你未婚嫌疑 我都替你害丧 现在倒好 你还倒贴 舔伯家呀 妈 我和伯进修以及阿熊妈妈 很不喜欢你 小悠 我们这周六 就要参加伯阿姨的生日宴 正宠 没有买到心仪的礼物 既然你有这个关系 不如给我们走走后门 上水见 阿修哥哥没有告诉你吗 我阿姨这次特地把生日宴 设在了江城 就是为了在宴会上 宣布阿修哥哥的未婚妻 在生日宴上 妈妈还会宣布 我就是伯家清典的儿媳妇 她的未婚妻 是你的 这是我和伯家 为凌儿和阿修敲定了联姻 联姻 联姻 妈 你明明知道 我怀着伯进修的孩子 干嘛 还要给江林打下 江慈佑 你私生活混乱 那边吊着颜峰 那边又巴指太子爷 谁知道你孩子是谁的孩子啊 江慈佑 别以为你做太子爷的情妇 我就看了你了 凌儿才是正太夫 我家太太 你要是再敢搞出狂言废报 我不仅打你 我还要报 苏若 再怎么样 你不能动手打人啊 我啊 可是孕妇 有妾不能憋着 店员 帮我把手电包好拿过来吧 报答 报警手电 你们一个个的这么有钱 应该不用做什么 简直是个阔府 我家怎么可能会认识你啊 零儿 我们再选一个谢谢娜娜 送我的幸福礼物 这是女款吗 是送给你妈妈的生日礼物 她找你了 我两天就是寿宴了 你到底打算买我到什么时候 我没打算买你 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是一对 那有准备两份合理的道理 那为什么江灵到处说 她才是你的未婚妻 做到这样 我当初就应该去做流产手术 江慈佑 不说这种话气我 那我该怎么办吗 你妈都说了 指明江灵做她儿媳妇 原来 你吃错了 小悠啊 未婚妻也好 妻子也好 我只认为你一个人 这件事你不需要操心 就跟我来说 胡阿姨的生日愿 看起来有点低调 我听说啊 今天除了宴请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还达官贵人 不能猜出蟑螂贼大 零儿你在干什么呢 没什么 零儿 我妈找我了 我先过去了 好 待会你不安一一会就到了 我带你去跟她打招呼 太子爷到了 哟 哟 这太子爷怎么还带着女伴呢 一看你就不是本地人吧 那是太子爷的女朋友张慈佑 前两天还带着他在云顶八八层 过生日呢 什么 太子爷脱单了 那我岂不是失恋了 你找的挺帅的 是不是你们店里最贵 是什么 虽然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什么 但是剪辑货品 也从够人间自由彻底生费 江大小姐 我手上只是有江思药 包养小白年的视频 一口价一百万 我夜店里边玩牛郎 哎你都喜欢这菜 这么会玩 牛郎身材还不错 难道是长得太丑了 被东家打了马 不是江急忧 你真是不只羞耻 太子爷 江急忧私生活混合 包养金丝雀 你可别被他一张脸给骗了 谁准你们嘲笑我的你 你们听清楚了 我就是视频里的牛郎 江急忧的金丝雀 起来是江急忧的小白脸 这不可能太子爷 你一定是被江急忧给蛊惑了替他撒谎 那牛郎明明打了马肯定不是太子爷 对 阿肖哥哥哥 一定是被江急忧谋屁了 妈妈 今天是伯阿姨的寿宴 此又这样胡闹 太没有礼貌了 江急忧 从小到大 我是怎么教育你的 你要是再不知道羞耻 三番四次丢江家的脸 别怪我翻脸无情 不认你 妈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明明是有人陷害我 故意针对我呀 如果你还认我是您的亲生女儿 你就应该像小时候一样 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 而不是不分清红皂白的指责 你还想要妈妈怎么维护你 难道像阿肖哥哥一样 替你演示 做个撒谎金吗 我一个单身女性 出去喝酒 结交异性 有什么好隐瞒的 你也会牛郎 还敢打死宣扬 真是不知羞耻 江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江慈佑啊江慈佑 没想到你心可真够黑的 当年不惜割腕 并林儿把颜峰让你 现在看来 只不过是你报复林儿的手段吧 慈佑 我已经把颜峰让给你了 你可不可以 不要跟我抢害羞哥哥 林儿 江慈佑他就是嫉妒你 只要是你的 他都要抢 他就是个装挖抢走 江慈佑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这个眼盲心瞎的变成 明明就是他 是拆散我和颜峰 妈 您打我 江阿姨 我跟小悠是自由恋爱 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江灵 回来挖球 阿修哥哥 江慈佑对外隐瞒他和颜峰的关系 和你发展地下恋情 他不是因为喜欢你 他都是为了弃我 你千万不要被他谋骗了 江慈佑 我实话告诉你 我将两家联姻 灵儿会嫁给阿修 你要是还要脸的话 就斩断和不经修的联系 我还可以认你这个女 否则江家容不下你 温音大事 向来都是父母之秘媒妁之言 这江家大小姐明知道 二小姐和太子爷有婚约 好要往上走 想来是被江家宠坏咯 这江太太也是个体面人 怎么养出来的女儿如此不知低头 真当自己是亲生女儿呢 我跟江林没有婚约 我看谁还在搞不信 妈 就因为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 你已经抛弃过我一次 从今天起 我会再退 妈 这是我最后一次 再叫你妈了 古有哥跑断筋 今天 我就效仿一下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将慈悠和江城江家 再无半点关系 江家大小姐这个位置 谁谁敢做谁做 我江慈悠今天割袍断筋 还请大家见证一下 江慈悠 你竟敢当众跟我断筋 你不要后悔 你不要后悔 江太太 这三个小偷 就当是我还了你的养育质 从今以后 我们互不相欠 你 你是认真的 这一次 我要守护属于我的一切 如大家所见 我和伯进修 是在酒吧一间重新的 我们 是天造地设的一个 你怎么抢了我的台词 那我 可要拿回来 天啊 伯锦修竟然主动 问江慈悠 难道 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我听说啊 博士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但凡是影像资料 涉及到博总的 必须得打马赛克 以防啊 被有心之人利用 博总放心 我会彻查此事 给您和慈悠小姐 一个满意的答复 看来照片是真的 船园中连历风行的太子爷 竟然如此专情江慈悠 真是扛死我了 难怪江慈悠 会把颜峰给甩了 原来 是帮上太子爷了 可来 这贾千剑 背上枝头变太子妃喽 兴兴 三年来 颜峰为你守身如玉 可你竟然早就和 郭京秀告代 你不是答应我了 今天是你妈的寿宴 咱们要低调 我也想低调 可是造谣的人 都造到当事人头上 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你妈妈要是知道 咱们是这样开始的 估计 她更不会喜欢 她要是知道 你怀着博家唯一的血脉 宝贝你还来不及 唯 唯一的血脉 社会是什么意思 我们国家未来的儿媳妇 只能是江家千金 我们国家未来的儿媳妇 只能是江家千金 小乔 书来 这天天没见 还是这么漂亮呢 没有没有 这就是你女儿吧 长得可真水灵 家里小子 绰绰有余 阿姨 祝您福如东海 瘦比南山 哎 女儿呀就是好 真孝水 不像我们家那个蠢笨如猪的儿子 被人家当牛郎一样玩弄了 还以为是真爱 我给钱的时候 可一点都不含糊 再不忘记算他吗 他呀 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养女 不怕你笑话 刚刚啊 在大众面前 跟我断亲了 二十年的养育之恩 说断就断 我看呢 就是一个白小郎 妈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哦哦 老夫人 这是我总特意给您准备的 贺礼 嗯 算你小子 还有点良心 阿姨 阿修哥哥送了什么惊喜啊 哦啊 惊 惊喜 真是 又惊 又惊 小乔啊 不是说今天在寿宴上 公布一个好消息吗 啊 是 可是阿修这不孝词 他有女朋友 配不上凌儿啊 阿姨 我不介意 只要婚后 门断干净就行 凌儿 可真大多 可这充小子 为了她那小女友 竟然去做了截斩手术 可是我博家实在单传 我不能没有孙子啊 老夫人 我心疼疼 快来快来快来 博总 老夫人开了文件 得心梗了 快送我爸去医院 快去 慢点啊 你先去 我等会就去 阿姨好好的 怎么突然心梗了 他不是还要公布 我和阿修哥哥的联姻吗 都是被这个死丫头给气的 张子佑 又不安 你休想 妈妈 我们也赶紧去看看 好 我将联姻 谁也拦不住 嗓门心 你要是离开江家 就快也别回来 布锦绣 你妈妈都被我欺的心梗了 我是不是应该 离开你啊 布锦绣 如果 我不告而别 你会不会生我的气 不行 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我不能这么一走了 子佑 是你吗 湘玲 你怎么会和伯进修在一起 我在京都伯家 阿修哥哥在洗澡 为什么 为什么 也有和所有人一样 抛弃我 你 狗屁爱情 我将此又不需要男人 慈悠小姐是我 陈欣南 你来干什么 慈悠小姐 你怎么哭了 谁欺负你了 我告诉伯总 让他为你撑腰 没人欺负 让他 伯总让我带您回京都 哦 伯总都跟您说了 谁要跟他去京都了 去干什么 去给他当情人吗 慈悠小姐 您是伯总的妻子 怎么会是小三呢 哎 老夫人住院了 伯总一时走不开 所以让我接您回家 他 他没有出轨 出轨 怎么会呢 伯总为了你都结杀了 你说什么 姯 傅 明显 盯 我说 做了 自己 我说我说 伯总比大 公子 真是 他要是知道你怀着博家唯一的血脉 宝贝你还来不及呢 不锦绣到底想干什么 现在立刻马上带我去京都 谁让你进我房间的 过去 小哥哥 我是来给你送早餐的 幸好我手快 把童话进入山处 谁让你送我手机呢 小哥哥 阿姨说你胃不好 一定要吃早餐 你怎么还在这 我让你出去带着你的早餐滚 滚 马上走 只要你和江慈悠有误会 我就不信你拆散不了你 您好 您播降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喂小悠 你刚刚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 我刚那个在洗澡没有拿手机 你要听到什么不该听的话千万别信 小悠 我爱你 怎么什么都跟他说 你干什么 江慈悠 你到底是给薄金秀下了什么苦 堂堂金圈太子爷 其实成了你的田口 凭什么不是我先遇到薄金秀 江慈悠 你是死 江大学姐 你本来怎么还没打过 你敢说 小心我到江家借你的 宝宝小 别乱 你再帮我做一件事 我给你一千万 你有那么多钱吗 我马上要嫁给京都伯家 伯家可是华国首富 你说 两千万 好 成交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让江慈悠消失 我们就没有想要 咱们是不是撞到人了 节目小姐 你先在车上坐着 我下去看看 啊 你没事吧 我要死 哈哈 啊 陳助理快打急救電話 我們是不是在哪見過 我們是不是在哪見過 沒我不認識你 救命啊 裝死人了 江城公爺他是江城 哈哈哈哈 出你的滋味還不錯 你是誰 你為什麼還要對我 要怪 就怪你得罪的不該得罪的人 是他 周小姐你沒事吧 他是我得罪的人 難道是受人指使 我不能打草精神 我得找出幕後兇手 我沒事 我就是被他給嚇壞了 趕緊送醫院吧 別到時候送人秘密 自從被刑牽後 我和嚴峰產生誤會 才給了江林插座的接軌 慈雄小姐 村祥那傷處理的怎麼樣了 不過 柏老太太也在這家醫院治療 柏總也在這 您在這兒等我活 我去把柏總帶過來 你去吧 嗯 小優的手機 小優的手機 怕人呢 剛剛還在這 開啟音樂系統 追上小優 阿修哥哥 你這是要去哪兒 阿修哥哥 你這是要去哪兒 胡阿姨的病情突然加重 馬上就要做手術了 你可不能走啊 你說什麼 媽剛剛還好的 說你的電話打不通 他都打到我這兒來了 郭總 您放醫去 劉小姐交給我 我一定保他心情安安 親愛 幸福 不要 我放在這兒 我放在這兒 饒命 饒命 陳祥 到底是誰派你來 我 我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還嘴硬是 你遮得住你的臉 卻忘了你名貌上 有一條這麼明顯 當年那個人就是你 我 我根本不認識你啊 這匕首啊 蕭婷如泥 和沒張眼睛 哎呀 小優什麼 下一次 就不知道掉到哪兒 給我 給我孤單來饒命啊 我說 我我全都說 老實交代 誰派你來的 我當時 就是動了貪心 看到那條麥巴赫 就一途坐上去 我就只是 像簡靈淡淡淡淡 喝喝起飯快昂起飯啊 啊 腳字要 還說 下一次 喝酒一磨 哎呀 我這張江思耀 殺人可是犯法呢 你是江家大小姐 你不能亂來啊 我已經被江家感受加盟了 現在重判情 活著 也沒什麼 好不如 找個人當作 哈 哈哈哈哈 哎 是江琳了 江琳了 那你信 有好保险你的 還要手术即時 病人已經脫離危險了 但是 還需要住眼光照 太好了 你 郭總 我們已經定位到慈喲小姐的位置了 您交廢酒餐廳 好我馬上過去 阿修哥哥你要去哪兒 阿姨還沒梳醒呢 加快人手日夜看護 不能再有半點的差池 是現在是這樣嗎 江嶺 這次都虧了你 我媽才逃過了一劫 我欠你一個人欠 江嶺那個小 讓我保佳你了 江嶺 你想要江家 我給你 媽媽我也還給你了 延峰 你要搶就搶了 為什麼 為什麼 郭總 一眼系統顯示有生命體症 其中一人生命體症正在減弱 估計失血過多 五分鐘內 馬上趕到倉庫 是 小優 千萬不要有事一定要等我 已經過去大半天了 就算你找不到江嶺 又有什麼 郭金修 你就敢去給他收屍吧 你再確認一下 不知道該怎麼說呢 知道該怎麼說呢 事情賣得怎麼樣 死了 江嶺又死了 他死的偷偷的哈哈 死了 想托密的話 你繼續說 你的衣服是 是江嶺脫的 我怕坐牢 我什麼也沒做啊 什麼 你是說 五年前的事 是江嶺直是你幹的 當時 你如果去醫院檢查 就會知道 我們什麼都沒發生 醫院檢查 你 我要抱歉 我要去提取證據 小優 你冷靜冷靜 如果抱歉 你生就完了 元鋒會怎麼想你 江姐會怎麼想你 你有沒有想過 元鋒 元鋒會不會不要我了 我 我該怎麼辦啊 江嶺 別怕 別怕 我會替你保守秘密 我會一直陪著你 我說江嶺當時 怎麼不讓我抱歉呢 原來 是想把我綁在恥辱柱上 一直綁住我 江紫陽 我從上個醫師在寧宣 我快算了 我該 你 你 死有餘過 這五年 我逼迫自己學房心 想到 今天 讓我來守陣仇人 什麼樣子 都是教你指示我的 我只是男人潛災 敵人小災 我想活命的話 就給我一米一時的說出 陸年簽 你就給我江嶺找到我 他給了我很多很多的 小優 小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他有事 高总 他就是那天被我们撞的人 说 谁让你绑架烧腹诊呢 小悠 他受伤了 再不送去医院的话 可能就看不起他 他死有余辜 但是不能脏了你的手 把他送到医院 绑住他的贱密后送到警察局 让他把老体过的故事 打过来走去监狱 是 带走 小悠 你们回去吧 不是 你不想问问我 明明绑架的是我 为什么受伤的却是他吗 只要你好好的 你想说就说 你想说我绝不不愿意 郭靖兄 你给我的爱 人脸的让我觉得 受之有愧 傻瓜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你被绑架后 我妈又突发心梗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都 阿姨她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 但可说还需要观察 这次 这次多亏了江灵 先她一个人 这江灵就来 江灵 我们之间的恩怨 就让我们四下两端了 咬我 谁让你背着我去做结痂手术了 万一我肚子里的宝宝 不许说正话 不吓到我女人 谁告诉你一定是女人 苏梦梦的 男人也会做胎吗 停 你这么做 是想让博家绝后吗 我已经把金子都动起来了 你想要二胎 三胎 动用 小悠 在我心里 你才是最重要的 怎么过来的 你说 你不跟我回博家我能理解 但是我们在京都有物业 也没必要住酒店吧 在江灵的认识里 我已经死了 我还不能在他面前出现 怎么 博大总裁还舍不得这点防废了 我是不舍得防废吗 我是不想你离开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这样我才安心 怎么 今天 没见识到本大小姐的厉害吗 没见识到 不如 让我现在见识见识 你先见 万一有急事呢 我现在比谁都着急 你小心宝宝 好 听你的 喂 阿修哥哥 阿姨醒了 他要见你 我知道了 小悠 那我先去到医院 你先去 阿姨醒了是好事 阿姨身体现在还不好 就别提起我了 阿姨 师兄 你家那个小可爱 借我玩几天呗 行啊 在京都呢 我现在就拍传机给你送到我自己的主角 我也在京都呢 你就给我送到京江旧仓库吧 赞啊 我们的好事 就要开始了 灵儿 灵儿 医生都跟我说了 这次啊 多亏了你 否则 我可就一命呜呼了 阿姨 你千万别这么说 觉得是我应该做的 哎 儿子呀 就是靠不住啊 阿姨 你也别怪阿修哥哥 他去找慈悠 毕竟 他还还了他的孩子 虽然 我听传言说 慈悠好男色 我同时养了好几个小白脸 什么 这个不知羞耻的剑蹄子 他 他买个这么花 万一他肚子里怀的不是阿修的种 那博家 我岂不是罪人 哎 这算将慈悠怀的是博金修的种 他也不可复 真是造孽呀 你多充满 再告诉我 怎么我一割苹果 还被砸伤了 就算妈你要把我打死 我也活该 你别以为我不敢 你还不是配着我去酒机 别气了嘛 我妈包的鸡菜脚 嘿 江慈悠都死了 還能和博阿姨開玩笑 看來他也沒有很愛江慈悠 接下來該我上了 小悠 哎 你怎麼來的 我我是特意過來找你的 小悠 我們還能重新開始嗎 蓮芳 你從江城去到京都 就是為了來 你不是只愛江麟一個人 我跟江麟在一起 那也只是因為氣 我現在才明白 從始至終 只愛你一個人 我們相識二十多年 青梅竹馬 難道還比不上博敬修的三年嗎 蓮芳 你是我的初戀 我愛 恨 但直到遇見博敬修我才 真正愛一個人 是不是很愛你 小悠 我知道錯了 我那時候也是年少不懂事 只是因為 你說的這些話 我肚子給你寶寶不愛你 小悠 小悠 師傅 跟上前面這輛車 呀您再去桌檢 我老婆私會群人 您幫幫我吧 好坐好 小悠 這就是 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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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逼的 你把出來 可倒是公公的東西 全部都給打了 我 快了 看見 我害怕嗎 你沒 但是他就是 你該行 你去哪兒啊 你去 他就是頭髮型 那個你從這個 那個灰刀砍你我替你擋了一刀的便 他狂 啊 自由就是在這兒 我就是在這兒被那個臉上有刀拔的男人盯上的 我們回去吧 我今天就跟你好好教訓一下那個變動條 讓姐姐出去 就好 別讓他聽 不是的 是被殺的我是胡說的 古巴小 他想要的是你的命 你是否竟然連刻他引起背信我 小悠小悠 我懂有電天空拍到沒有小姐和嚴峰在一起 這就是 他們去哪呢 他們去了京郊廢舊倉庫 他不願意和我分享 看來 他們 這麼多年還是比不過情侶中吧 奇怪的是江里也去了 小悠有用一些 去京郊 自由 老爸想的是騙你 他只是想理解我們的姐妹 你為什麼那麼恨我 不要想追我約四弟 不是 不是 是他威脅我的 他用媽媽的命威脅我 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盯他的 這是他要的錢 你還在腳邊 我就是個小混混 我哪有膽子做小年犯了 江林他看我不敢下手 就讓我演戲 他趁你昏迷就脫了你的衣服 用工具把你 不 不是這樣子的 是老爸想強迫的 老爸是不是小天犯 他強迫我 姐姐 跟隨我到小樹林 弄了我的小服 破了我的皮膚 自己的差別的 我剛才沒有辦法 江林 我跟你沒穿 姐姐都不講 就你這些小姐 騙得過嚴峰你騙不了我 我 報告報告他來殺我 他殺人你告訴你 你毀了小小的情緒 啊 這是什麼 嫌棄我先生數吧 你才把鼻子給我 就是因為你 這兩個 我在哪兒 我是不愛你的助別人 吳哥你敢動 國家不會放過你的 如果國家要 我當然不會 記得用我寶寶的命來交換 很簡單 只要我這個口哨一吹 我 救救我不要 他要讓我咬我 我給我 這樣我倒要看 好嗎 我說 使用 我 你 我的 到底是沒事 但是我 希望我做了很多對不起你的事情 但我都是為了報復蘇梅 你知道的 蘇梅她有精神病 你受到的一切責務 都是因為她 你的精神無限 真的真正 感恩主要 想要什麼都可以親一的 可是我呢 我身就在地獄 每天都要受折磨 想要一條心群都拿出登殼 我 親自人 是好看 每天都是我平坚人 是你唯一能夠抓到的東西 你都能回到我原來的生活裡 我就害怕了 我 是你害我 你是為了避開什麼用 是你 我的牧民 我的上領事實在 那不要多死心 說過 有人數學我得知道 原來一刻的一件 放開的就是錯的 收到的一切折磨 放開水底 你世上給你 可是你看我根本就做不到 人家就娶你回去做兒戲 你一用就把你不在手上 撒果 拿命來換他 二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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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胖 你快接著眼看 血過多 需要立即送到醫院救治 鐵光 鐵光 你先回去休息吧 是什么呀 放心啊 医生他怎么样了 病菌师姐严重 现在继续出血了 但是 抽我的 他是B型线 我也是 你现在还怀着身孕呢 我健修 我健修 严峰刚替我挡的一刀要不是他 现在躺在里面的人就剩我 你是让我健死不救了 孕出最好不要输血 会对天儿不好 好吧跟我来 谢谢你啊 小姐你饿了吧 这个 我特意交代 给你熬的粥 确实有点饿了 我总吃完了 啊 延峰失血过多 我总血型跟他一样 我总不可以出去 陈助理 那个他只是说而已 别太担心 回头啊 我多顿街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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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小姐 还有血小白 一血不能障碍 很有可能 死在你就是 嗯 我看我看 我看我看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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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你 我不知道 你跟那个 没事吧 这个 他是博士总裁 博介教 您有一块能随便的点 我会亲尽博士权力 无论如何继续把它保住 那我用独裁寫庫 好去守護士 現在不用問你叫他前呼 你叫他叫哥哥輸血 他叫哥哥輸血 他叫哥哥輸血 想自由 我兒子要全部三招兩拐 我要你叫我去 你就是這麼照顧我兒子的 你就是這麼照顧我兒子的 江慈祐呢 老闆 慈祐小姐並不知道 你趕緊給我混回去掉血過來 我兒子要是我三長兩短 你來到底給我賠面 阿姨 因為你被了阿修的腫 還到時候打你 我該打 還來就該打 可我口水上都怪了阿修的孩子 就柴不清 你的年紀 那你被弄了我 多怪你 教練 要不是因為 連我和阿修都不會出聲 你 她 コック 你 有著頭髮 我沒有什麼 你 田 林 林 你 你 田 林 林 你 田 林友 你 田 林 林 其實是 來 後來 我在後來 阿修就來 你 田 林 林 你 田 林 林 你前輔的十條命都不能回來了 阿姨這個事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 我現在停車的告訴你 他的門永遠都進不來 醫生我現在怎麼樣了 病發又是痛苦 但還沒脫離危機 不過只要血量衝突問題就大 醫生 這我的血 我兒子說是要掉下來的時候 我的血 肯定會多適合他 實際清楚不能抽血 我可以 我是歐型血是萬名血血 可以你先試試看 如果沒有從前抽血的情況就可以了 病人 我家 半星有你來修好了 你也就馬上給我 阿姨 阿姨 你放心 我去跟醫生出去 阿姨是我們家的特性 自然是你我家 讓阿修為了你去做疊長 現在是為了疊 你再把病的發生 你家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最好壞的是阿修的孩子 皇子 每次害人這些 我有的是辦法 在這個世界上 炸你的消失 我阿姨對我有這麼深偏見 一定是你為江林在他面前說的 狂吧 是的 來到京橋別院 好好安猜 剩下的 再碰到他 請你好一點 有我的話 我坐在那 那我可以把背 請小姐 媽媽得罪 你我之間 不负面心 啊 婆婆 你不要跑下妈妈 我们二次去医院 你去医院 我会这样唱 走 我只能看不懂 太太 江西又跟一个男人跑了 他不是比他要 算了家派人少给我找 小哥哥 你怎么了 是哪裡不舒服嗎 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對誰陪你做的 讓阿南來送飯就行了 何必你們親自抱怨 他去非洲出差了 他是我的助理 我怎麼不知道他去非洲了 我讓他去的有意見 媽 我還有事要安南處理 我現在就知道回來 有什麼事就跟我說我替你辦 媽你別鬧了手機給我 你是想找江慈悠吧 我告訴你他已經和他的老情人 雙宿雙飛了 您就算編也編一個靠譜的 何況小優還懷著我的孩子 下個月我就會對外宣布 你和林兒訂婚 無論是誰懷著你的孩子 我呀只認靈兒這一個兒媳婦 我是不會娶的 訂婚宴我是不會娶的 我不信我 我就沒你這個兒子 小優肯定是公義的 要是他知道我訂婚 我 我 我都說了 你不用特意過來給我做飯的 我現在孕發很嚴重 什麼都吃不下 你就當 我是在照顧未來的乾兒子吧 誰告訴你是兒子 誰告訴你是兒子 是女兒也好啊 長得像你 真是 江麟 我不一定需要訂婚宴 哎 你别看 不知道是谁塞在门口的 我还没来得及扔呢 是有人故意塞给我的 你也知道江临那个人 心里阴暗 就喜欢搞一些小动作 别理他 别撕 从前 都是不经修为了宝 直面将成全规 现在 我也该为他 为了我们一家三口 做点什么 这次 你就像在抢走我的爱人 江小姐穿着这件 MACEY设计的包定 再搭配上这MACEY设计的黄钻项链 简直美得不可放物 这是MACEY设计的配饰 这是这样 把这件给我挑戴 我的手 你也在里面看 你也在里面看 我就是国家 你把手机的手法怎么会这么容易 这机设计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还要怎么办 好像 是人类的 可是 前期刚拆的 没人能动啊 你不把你喝出去 对 一定是他 又是首人 一定是他才信的我 小石油 定子 我传一样 你不敢 倒进来 看不出来吗 就是 将军赛 这是第一 现在干什么的 马上拿电话联系一说话 讓我必須在半小時之間做一條新的狀 公債 找出徒名 現在咱 你怎麼說啊 江小姐在你們滿腔的爛壞 你們快看人來處理 在身上現在上哪兒去 哪兒去 就是今天太子爺定性的將領江小姐 你給張叔 喂 喂 他們說 是人家 請思佑 是別 別兒 不是你騙人怎麼來了 你這是怎麼了 思佑他來搞破壞 他還跟我穿的一樣的衣服 他媽的小紅紅紅 老母女孩子就開始了 你自己換一句 老媽媽在 小心嗎 哎 幹嗎了 別拉我 我要參加我女兒的 訂婚儀式 你說這是你女兒的訂婚儀式 對啊 我女兒就是 看到了嗎 這就是我女兒江玲 告訴你啊 她的母親是那位破太太 蘇蘭 哎 你回來 歡迎各位貴賓 歷臨國江訂婚宴 下面請二位新人住酒 還請二位新人住酒 我當初 你來賺產 我當初 我當初 你來賺產 我當初 你來賺產 我當初 你去賺產 你去賺產 我當初 你去賺產 这就是被江家扫地出门的假千金 为了钱还骗婚 在江城啊 丑民昭著 不过是和太平有过一段露水情缘罢了 还敢来抢婚 国家要的可是像江家千金那样的大家闺秀 江思勇 你有什么资格来抢婚 阿姨 你女儿抢了我的初恋 我抢她的未婚夫 我们俩抢 杨思勇 你来人啊 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带走 谁敢 小悠 我原本以为你会夜里偷偷来找我 可我没想到 你会用我最心动的方式 如此光明正大的战斗面前 原来 你有如此热烈的爱神 天哪四叔 我别太爱了 咳死我了 恭喜你啊 郭先生 对对对对 江思勇 这是Mr.Y给我设计的订婚戒指 还给我 谁说这是Mr.Y给你设计的 你没看见这戒指上 有我江思勇名副的缩写吗 怎么可能 Mr.Y怎么敢篡改客户的要求 Mr.Y给自己设计婚戒 我能算篡改呢 这戒指正合适呢 你说什么 你是Mr.Y Mr.Y是皇家设计学院的优秀 批评师 你大学辍学高中学 怎么可能是Mr.Y 那又就是Mr.Y 我作证 他就是我在皇家设计学院的同学 兼室友 你给他作证 凭什么 我看你是他请来的群人 你不认识我 在座的各位京都贵族 有谁不认识 沈青青 沈青青可是京都民园圈的混世小魔王 江凌怎么这么没见过世面 李二 她是阿修的侄女 青青刚回国 你不认识啊 很正常 江凌 你不过是江城的一个小语远 慈悠是响于国际的设计师 她用得着向你资账身份 小悠 原来这么优秀 不枉费 我培养她二十年 阿修 你愿意跟我走 你愿意 你看看江凌 脸都气绿了 还真没假千金抢情成功了 这也太戏剧了吧 江慈悠 你给我站住 怎么了 江凌 你需要祝福吗 阿姨 我才是你倾听的儿媳妇 这都什么年代了 早就不流行包办婚姻那一套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我博家的儿媳妇 只能是江家前妻 阿小哥哥 阿姨现在身体不好 不能再说自己 月城 小儿 你啊 妈 你啊 你啊 你都结婚了 怎么不提前告诉妈妈呀 妈妈给你准备嫁妆了 我是江家前妆 妈妈 这个人是鸡生病 快拦住的 妈 苏美 还有什么脸参加我女儿的丢鬼燕 苏莱 明儿 是我的女儿 我不是你的女儿 我出生就被你的江姿佑调包了 她才是 哈哈 啊 调包 女儿 叫你说 阿姨有精神病 这是二十多年 第一次见她 小悠给发 给我算 书来 她是江姿佑的生母 没错 她曾经是僵尸的护总 可她勾引老江 被我给赶走了 她有精神病 这不会 有遗传吧 我从小和苏美一起长大 她动不动就打我 拿捡刀截我的头发 还强迫我吃垃圾 医生说了 这种精神疾病 是遗传性的 是不好 我尽孝 莫莎 你不要和这个 莱莉不黏的女人级纯 你看到了吧 她起码是个精神病 以后她 不过她的孩子 她不会是精神病 阿姨 你别激动 我能不激动吗 她还怀着我们 博家的孩子呢 真是造孽呀 太子爷可是博家 第十代单传 这传到第十一代 不会真养出个精神病 当继承人吗 这江慈悠和太子爷 是有仇吗 明知道自己经有缺陷 还和太子爷生孩子 这不是毁了 博家的基业吗 看你们谁再敢胡说 我剪脱你们的嘴 妈 小悠肚子里怀的是我唯一的孩子 也是国家未来唯一的家 阿姨不能再动气了 如果我连我的女人和孩子都保护了 算什么男人 今天我爸在场的话 对我 老头子 哎呀 我妈她 说来安姨她四年前出了车祸 当时江临要给她输血了 查出来他们是直系亲属 不能输血 没错 没错 当时我还做了亲子鉴定 我百分之百的肯定 江临 就是我的亲女儿 然而 她的亲生母亲 就是这个疯婆子 是我王府的小三 现在疯了 就是抱呀 这里的人都不想 哎呦 你的眼睛 真像他 江临 你可以从我身边抢走任何事 但不进凶 你抢不走 大熊 你就是个定时炸弹 别怪我冷血无情 大熊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阿姨用的亚帅 你要给我们做亲子鉴定 我不是嫌弃你和阿姨的意思 你别怪我多想 只是江临的心眼 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想一块去了 谢谢刺友小姐 陈助理 你是被抢劫了吗 你不是在非洲吗 博总 刺友小姐 老夫人太狠了 你们一定要救救我 是我妈让你来的 博总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瞒不过你 夫人说 只要我能把您和刺友小姐 请回博家老宅 就可以回国 否则 就把我发配到中北 他介入小游了 老夫人说 不能让博家的孩子 流浪在外 你回去告诉他 你回去告诉他 没妈的孩子才是流浪 阿修 母子哪有隔夜仇 现在 我也是个准妈妈了 我能理解阿姨的心情 你愿意回博家 我愿意为了你 修复我和阿姨的关系 小游 谢谢 谢谢刺友小姐 但是在回博家之前 我要先弄清楚一件事情 我和苏梅 到底是不是 啊 小游 不要死 不要太开飞 没事 病人将军吸入罕连病 导致大风中错误 照你们说的 语言火烂 就是弃动伊零 东初神经受损 不过有一点可以 令人所说的大多是记忆的显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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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件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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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说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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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